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酒店的check-in的时间是下午的四点 所以说我们准备休息一下 然后等到check-in时间到了 再去办理入住 那我们现在呢就到了那个星巴克了 我刚买了一杯文迪的辣椒 就是香草辣椒 然后是我来星巴克只喝的一个 除了柠檬红茶的就是这个 然后呢 还可以还可以 然后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喝咖啡来的 是因为我们手机没电了 所以就来这儿 所以就来这儿 然后其他的地方呢又还没有开门 可能过一两个小时才会开 所以先喝咖啡吧 我们现在在那个蒙克利尔的Downtown 繁华大街上 对 不是Downtown 是Downtown Downtown 然后但是这个Downtown呢 就是还没有开门 然后 Yeah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Bruns Bruns very early 是那个LOV的Bruns 然后是那个素食 我们现在呢 来到了一个叫做Love的一个Bruns店 然后它是小红书推荐的 说是蒙克利尔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家Bruns 我们三个人点了大概 有9个没 没有 6 7个 我点了3个 我点了3 差不多9个 然后等会拍给大家 我都不开心 我因为我做这个 我不是很喜欢 你让一下 谢谢 谢谢 Hello 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 然后现在准备去唐人街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这两个美女啊 特别特别的美 然后对面呢 就是唐人街 给大家看一眼 Chinatown 好 哦 我们现在到了那个 然后虽然早上已经来过一次 但是早上的时候因为来的太早了 然后他们还没有开门 然后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再逛一下 其实不是要逛 我们是想要去 那个什么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是 然后但是那个教堂和 在哪 啊 china town跟那个教堂是顺路的 所以说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呢 早上我们先吃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 光光光光市早茶 然后 在茶茶汤菜逛一下 小菲亚 我们现在到这个大教堂了 然后我发现前面正在排队 哈 你躲啥的 然后 嗯 现在就要进去了 Let's go 我们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圣母大教堂 然后 所有的人都在拍拍拍 我本来以为这个地方是不能拍的 但是我看大家都在拍 然后 嗯 它的是 它是收费的一个教堂 一个人是六块钱 不过刚才有那个 是基督教吗 基督教的人说 呃 他觉得这个非常 瑞丽可的 说是 嗯 就是上帝不应该 不可能因为就是教堂 这个事情收钱 然后 但是他们还是进来 只是觉得 这个地方是一个不需要收钱的 就参观的地方 他们觉得教堂是不应该收钱的 然后 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圣母大教堂的样子 我们现在从教堂出来了 然后 刚才我拍了 我们都拍了一些很厉害的照片 然后我刚才 在 今天多少度 零下8度 然后体感零下11度的时候 我朋友帮我拍了一堆 非常厉害的照片 为啥厉害呢 就是因为我穿了一个短袖 然后穿着 我们关心小姐姐的fur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 嗯 然后 然后就是粉色 霉红色的一个雕 雕马甲 然后在拍照 然后旁边人都在看我 然后我就抖的不行 但是呢 我忘了拍视频 嗯 完了以后把那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要去老港 然后不是不是 嗯是去老港 然后去那个银行咖啡厅的 但是我们这个逛街的这个性质又上来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决定先去逛街 然后呃 今天如果还有时间呢 我们就去老港 如果说没有时间呢 我们就明天再去 那现在去逛街了 拜拜 我们现在呢 是在往那个 老港去的路上 他们叫Oport 然后 呃 这边就像 像步行街那种感觉 但是 平安夜今天 也没啥人 我就觉得还 有点小兴吧 就是如果说如果在 呃 西安或者是反正就国内这种地方 人一定会很多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长什么样子 好了 虽然下着雪 但是我们终于来到这个老港的这个摩天轮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上去做它 大家跟我们一块上去吧 哈哈哈哈 嗨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摩天轮里面了 然后我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第一次做摩天轮 是在我们西安的兴庆公园里面 要不要吓死 然后现在 嗯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反正 嗯嗨 里面都是脚味 啊 这里面真的这个脚味太大了 他们老外呢 就是不管在哪里 他都是会脱鞋的 然后就是你就是不能理解 反正嗯 去享受吧啊 哇 现在真的很高 然后大概 不过还没有到车顶 还没有到摩天轮的摩顶 但是 但是就是很高 然后你现在看这边的街道呢 它虽然是欧宝尔 但是你会感觉有一种上海外滩的感觉 然后有那种欧洲风情 毕竟它蒙特里亚它是法语区 然后还是有像法国 像欧洲那边的地方 然后呢 嗯 然后 反正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啊 真的超级棒 你给我闭嘴 呸呸呸呸 呸呸呸呸 哎现在能看见咱double tree你看见没 看到吧 那个绿的就是我们的酒店咯 它叫做double tree 它是喜来灯的我旗下的 我不敢 现在呢就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 嗯它就让你拍照嘛 嗯 就让你拍一些照 然后我发现我的恐高症很好了一些 我没有那么的紧张了 然后呢 你看到下面就很多滑冰的地方 我今天没有带那个手套 如果带手套 我肯定是回去滑的 虽然我不会滑 真的超棒 我们现在到这个小肥羊了 然后呢 啊 就是 看着很好吃啊 闻着也很好吃 但是就是刚才那服务员有点厉害 我刚才我刚才就说一句 我说啊我们点好了 然后他说等一会儿 然后我说啊那行吧 那我等一会儿 然后哎这锅咋灭了 但是我弄关了 嗯我 哎 啊 好了 然后现在也终于上菜了 你可以给他看一些啊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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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嘟嘟嘟噗 哈喽你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全副武装的样子就是因为太冷太冷实在是太冷了今天是零下7度到零下11度 然后我们现在要上山就是皇家山那是一个公园然后我们想要去山上看夜景现在是在徒步往坡上爬虽然说现在是很冷然后冰天雪地然后好像是看起来不需要戴墨镜的但是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会吹得你走它会吹得你眼睛很疼 然后尤其是在加拿大这些地方你会觉得说冬天好像不需要墨镜这个东西但其实在下雪的时候它还是会有阳光的然后尤其是像我戴隐形眼镜的话如果不戴墨镜眼睛都是睁不开的 我们已经到皇家山了然后这一块呢你们应该能看到就是一个目前还没有人的公园然后只有我们三个人 嗯我现在给大家唱首歌吧我想唱一首JJ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很冒险的梦好像是这样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逢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 因为爱很重因为爱很重我却不想懂只望反方向走我不想放手你松开你左手我爱的放纵你倒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但你再也不回头 好累啊 可能气息有些不往但因为我们真的爬了好多好长一段路然后再加上真的特别的冷 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我唱歌的话可以告诉我你们喜欢听什么歌然后我会的话我就尽量的给大家唱好 然后如果我不会的话我也很愿意去学嘛呀划一脚我也很愿意去学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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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